各位呢 簡單介紹完了之後 那我們 就先從 內建的開始 Windows也好,Mac也好 今天好像沒有看到蘋果光芒 有有有,蘋果光芒好太好了 因為我最近常在Mac教室上課 所以說 Mac也有一些快速鍵可以設定 對對對,或是跟Windows一樣的 那我們 那我們 先從內建的 最簡單,為什麼 都不用 另外用軟體也不用 再安裝 我就直接拿來,只要設定了就會了 好,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Windows的 這裡 有一個 如果你是Mac的 因為我最近常常在這裡上課 這種教室,27吋的Mac 好,所以呢 這裡呢,我有整理 那我們先從Windows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各位有感覺到我們家滑鼠比較大隻嘛 對不對 有看到我不是在 螢幕放大縮小嗎 今天如果你不是在大屏上面 那你要放大縮小比較不容易對不對 可是Windows就有內建啦 我們就可以用 好,那 您看,您可以把這個打開 這個就是我們Windows的原理好嗎 有看過星際大戰的 都會對這兩個字比較有感覺嘛 好 那個 我的那個文章 我都有做超連結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這樣直接點開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 快速鍵 那當然最重要的 既然你用的是Windows系統 各位 低頭看一下 你們的鍵盤有沒有都有兩顆這個 平常各位有在按嗎 大部分都不太想開窗戶對不對 那其實這一顆呢 你單獨按 就是開始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 Windows 當然也有他 專屬的這些 就是快速鍵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比較常用的幾個 這幾個 我先講那個螢幕放大好了 螢幕放大就是這個 我下面都有抓鍵盤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抓用 那個最上方的 這個 也可以用那個數字鍵盤都可以 就是Windows按著 加號 你如果是第一次按 他是把這個 程式啟用 就是他的放大鏡 好 來看一下 你按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一顆 我看一下我的跑在哪 我的在另外一邊來 有沒有這個跑出來 這就是Windows內建的放大鏡 所以呢 你有這一顆之後 通常我是不會 繡在這裡 然後來這邊按 這樣感覺比較 沒有那麼厲害 對不對 所以通常會藏起來 就直接縮小就好 所以我會用快速鍵 快速鍵就是在這裡 剛剛你所看到的 加號跟減號 老師既然講到這個你可以順便回想一下 我們的網頁的放大縮小是用哪一個 是不是控制加加號跟減號 你用滑鼠滾輪也可以 控制按著加滑鼠滾輪 或者是什麼 加號跟減號 這個呢 像這樣子 你應該就會比較容易理解 這樣了解嗎 可以啦 跟我們的 網頁放大說起來一樣 這樣有沒有打開了 那這個呢 預設的放大 是全螢幕的放大 有沒有 那如果說您是比較偏向 你不喜歡放那麼大的 其實他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在這邊 你看 他的那個另外縮放的方式像這樣 變成透鏡的 來這個 我有 有沒有像這樣 就是滑過去的時候那裡才會放大 就是那個位置放大 這叫做透鏡式的 您可以到這個齒輪這邊按一下 這裡 他有一個設定設定 好在這邊 變成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透鏡的 你看 按下去 放大 有沒有滑過去才放大 通常這個在寫程式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就是我滑過去的那個地方特別大 那這個呢 就是 您可以選擇的 兩種 顯示的方式 預設只是全螢幕 預設只是全螢幕 像這樣子 這是全螢幕的 然後你變成透鏡就像剛剛那樣 所以 這個 Windows內建的 其實很好用啊 因為 有些時候啦 我雖然會用另外一個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些 像我們Google Meet有時候 有些電腦系統 像我的筆電 就不能 不能用 Runit 我就會搭配這個 Windows內建的放大性 就沒有問題 好這個是 第一個給大家 先介紹一下 Windows內建的這種放大性 效果很好 那 再來呢 這裡有 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 這裡 你看 在這邊 顯示桌面 老師平常要顯示桌面 這裡有一個快速鍵 加D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其實我們現在要做比較麻煩 是因為 那個 顯示桌面是在最右下角這個地方 有沒有 變得好小一個 平常如果你要顯示要按這裡 但是我們現在要顯示你就按 Windows加D 按一次是顯示桌面 再按一次就回來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還是你比較喜歡下面這樣慢慢翻 這樣有感覺 所以顯示桌面 按一下D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做投影 那些其實也是一樣 有沒有我們在做投影的時候不是要選擇 我要把它投影到 我們的螢幕上嘛 那就P就Pudget 好就Pudget 好像這樣子 所以 這幾個東西 您可以參考看看 比較常用的我們就記起來 不常用的 你就 知道 如果你覺得真的符合你需要 你就可以再 把它 記錄一下 好 然後如果你要搜尋 雖然下面這裡也很方便 你也可以加上 社群 加S 有沒有感覺到平常大家很少注意 Windows這個按鍵有一些快速鍵的 真的真的 好 再來就是 我講的 這個滑鼠 滑鼠的大小 尤其老師現在那個 螢幕比較大之後 像我去用那個Mac教室有沒有 Mac教室的話 27吋 滑鼠特別小隻 這樣子 很難找到滑鼠在哪裡 那這個東西其實Windows是學Mac的 事實上Mac好早就有了 好然後呢 您可以看一下 您到哪裡去找呢 就從這個地方 到控制台 好您到這邊 如果有老師是Win11 Win11的嗎 因為我這邊是Windows10的系統 Windows11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沒關係沒關係 你先看一下 Windows11我記得在輔助設定裡面 但是你先找看看 找這個設定 你找到這個設定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裝置 好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點進來 好 你會找到這裡有一支滑鼠 在這裡 Windows10裡面的 裝置 裝置 好這裡先抓一下 好這裡先抓一下 裝置 進來之後 在滑鼠這邊 好所以第1個 第2個 好再來就要找這裡了 有沒有看到 調整滑鼠游標 這樣有找到嗎 這樣有找到吧 找看看找看看 因為 滑鼠真的可以大支一點 你也可以改顏色 都找到了 好 來來來來 你看一下 沒關係 但我沒找到我下去幫老師看一下 你看進來之後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改 最大可以到這麼大支 這樣是不是大很多 那下面這裡 你也可以改顏色 因為預設大家都是白色的嘛 那你如果需要不同的顏色 你就可以自己來這邊 自由調整一下 不過說真的 太大真的不太好用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 點擊的位置 還是那個 尖端 你太大之後變成 有些東西你要對不好對 所以不是大就好 適度就好 看老師的需求 所以您可以稍微 像這樣調整一下 像這樣子 好所以 您可以再找找看 從 首頁 就控制台裡面的 裝置 然後進到滑鼠 在它的右上角 這裡 如果是Windows 11的 那個位置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我記得我的文章裡面好像有特別提到 在這裡 我看一下 我記得Windows 11 我好像有更新一下 有有有在這裡 Windows 11的在設定裡面有個叫協助工具 這樣有沒有找到 好 那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部落格 文章寫出去之後還要繼續更新才行 哈哈 不然很多資訊會過時 好OKOK 這樣 大家 這個 滑鼠優標都會了 那 再來就是什麼 Windows有沒有那一件那些抓螢幕的工具 有 那從應該是Windows 8以後吧 還是10以後 應該是10 好像是10 就有這個快速鍵 因為以前大家可能都是用什麼 用那一隻剪刀 對不對 可是啊 後來其實 Windows有多推出另外一個 我覺得比較好用 所以它的快速鍵是這個 Windows加Shift加S 就這兩個先按著 再加S 那這個呢就是它的叫新的 這個工具 叫做 檢取與繪圖 因為Windows以前的那個擷取工具 真的只有擷取而已 沒有編輯的功能 所以呢 它後來推出這個 就是讓你還有一些編輯的空間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來試看看 馬上來試一下 你就按這個Windows加Shift 然後S按下去放開 Windows加Shift 按著不要放 再一個S 按一下放開 好有沒有 是不是就出現這個工具跑出來了 你可以做局部的 擷取也可以圈螢幕或者是視窗 那我們就局部的你看 拖曳一下 放開 它就放到它的剪貼布裡面去了 你看在這裡有沒有 在這邊你就可以點一下 是不是就有一個編輯工具跑出來了 所以 內建的這個就有 雖然 我必須講 它的功能 即使有編輯啦 但是還是稍微比較陽春 可是至少 你不會說完全 不能編輯 你看這樣子 是不是都可以 對不對 那你有一些 基本的工具可以使用 你要做裁切啦 也都可以 還可以在這邊 再繼續做裁切 那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從右上角的儲存 或直接複製 就可以拿到別的地方去了 好這個是Windows內建的 內建的 所以你只要這兩個按鍵 按著 不要放 按一下S 放開 這樣就可以抓到了 好這個是 那個Windows內建的擷取工具 這樣OK嗎 反正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至少你有作為系統 這些就可以稍微善用一下 好 那平常大家有在用表情符號對不對 那Windows可不可以打表情符號 當然可以 就是 Windows這個按鍵 加上一點 你就可以打表情符號囉 好所以 您可以看到 在這一邊 在這裡 只要任何可以輸入文字的地方 Windows加一點 有沒有表情符號就跑出來了 他就等同輸入法的意思 所以你只要 Windows加上一點 在這裡 再看一下 這個 你可以用那個 空白鍵的上方或者是那個數字鍵盤都可以 我確認一下數字鍵盤應該可以 數字鍵盤不行 那個 空白的上方 豆點的隔壁哪一個 嘿 這樣有了 好好好 應用程式切換這個沒關係 這個還好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按這個切換 現在你按這個 Windows加 Table 有沒有一樣可以切換 對不對 而且 你還可以看到過去喔 你看右手邊 我現在按的快速鍵是這個 這個 Windows加 Table 因為它不只是應用程式的切換 它還可以回到過去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告訴你現在在現在 對不對 那你曾經打開過的應用程式 曾經打開過的文件 你看我再繼續捲下去 有沒有感覺 一直回到過去 還不好意思看到我上個月的 這樣有了解了嗎 所以 以前你可能都是在所有的那個 檔案的歷史記錄才會看到 但是你按 現在按這個快速鍵 你不只可以找到 你的應用程式的切換 還可以 看到你過去打開的文件跟 應用程式 這樣還OK吧 好所以 這幾個 可能大家平常比較少 去關注到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 這個 這個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Windows的剪貼布有點 陽春 他永遠 這位老人家記性不好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你有這種困擾嗎 你沒有感覺到如果今天你複製了這個文字 在複製了這個圖片 請問剪貼布只剩什麼 是不是後面這一張圖片 那如果這個文字你還要繼續用呢 你只好再認真的來這邊再摳一次 對不對 可是Windows 10之後 他其實已經有內建多重剪貼布的功能 你只要按這個按鍵就好了 真的 Windows 10加V 我們平常貼上不是Ctrl加V嗎 Ctrl加C 對不對 好你只要你按看看這個按鍵 Windows 10加V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的右手邊 多了一個剪貼布 剛剛我摳的兩個有沒有在這裡 你看 在下面 在下面 有沒有發現都看到了 弄底加 這個是各位來之前 我摳的 這樣有沒有都在這裡了 所以你隨時要這個就點下去 你的剪貼布就怎麼樣 就換掉了 有沒有人 這個按了之後沒有作用的 空的 那表示你現在今天沒有 做任何的複製 對不對你就先像我這樣 比如說我就來這邊 複製一張圖片 對不對 那你就複製一些文字 那你現在再按Windows加V 有沒有發現裡面就有東西了 Windows按了加V 有沒有 還是空的 好 如果你的沒有啟用 因為預設值可能沒有啟用 好那可以去哪裡找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在這邊 你到控制台這裡 好 這個進來 我記得應該是在 好像是系統這邊 對對對 系統這裡 您幫我看一下 在首頁的系統 先抓一下好了 這裡 在這個地方 您從系統進來 好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剪貼布 系統進來之後在剪貼布 你家 有沒有發現 剪貼布力程打開 如果你沒有開的 這個功能就不會有 因為我印象中預設值應該是沒開啦 有沒有找到的 有沒有找到的 其實Windows很偏心 你應該 應該可以知道微軟 一向都是這樣子的嘛 他只對誰比較好 對Office比較好 因為Office很早就有多重剪貼布了對不對 但是其他人 不是我們家的 就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他到Windows之後才有 開放給大家用 這樣OK了 好所以你只要把這裡打開了 那你就 有多重剪貼布可以使用 這樣OK了嗎 好如果老師還有那個 簡報檔案沒找到的 你可以再 拍一下 喔來來來 喔來我們看一下 有老師問到說 快速指令在文章裡面嗎 能不能給網址 好對在文章裡面 來我把網址給 老師一下 您參考 好在這邊 看一下線上的有沒有 好線上沒有 對在我的部落格文章裡面 好 這樣大家都OK了嗎 可以喔就是剛剛找那個位置因為 我發現知道的 知道Windows有內建多重剪貼布的好像比較少 因為主要是他 預設沒有開 好 另外有一些這個就不用了 我們就略過好 差不多 這是他內建的功能我們就 簡單接到這邊